还是牛奶问题 再来看一道 一杯牛奶先喝了三分之一 再加满水又喝了四分之一 一共喝了多少牛奶 这个题呢我们还是看结果啊 结果它是没有完全喝完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就得依次来分析了 好先来说问题问的是牛奶 那我们看牛奶 先喝了三分之一 这个没问题 喝了三分之一的牛奶 然后加满水 这个地方要注意 加上水之后 整杯就是一个混合物体 那现在它喝了整杯的一个四分之一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水和牛奶充分混合之后 那你再去喝四分之一 你是公平的去喝的 也就是喝的这个混合物体的四分之一 你可以这样来想 好那我们接下来只看牛奶 所以把它分解出来 那就是奶的四分之一 好那再来想 这个时候杯子当中是有多少奶呢 刚才你喝掉了三分之一 所以杯子当中还剩下三分之二 那也就是喝了三分之二的四分之一 三分之二去乘四分之一 这是第二次喝的奶 加上第一次喝的奶 是你一共的 三分之一加上这个地方约分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口算一下 等于二分之一 好所以说这道题最后答案是二分之一 学会了吗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 有目共睹